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芳芳 那么今天我在pd上看到一个同学 国外大神 去在15分钟内做一个探视者 虽然最后没有完成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挑战 那么其实我自己大概稍微看了一下 那么这个p5这个框架 他用的是p 我也用这个p5 p5也是今天刚刚看 那么刚刚学习 很多东西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基本功能已经知道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挑战吧 15分钟倒计时开始 那么p5呢 他就是一个基于javascript library 给你提供了一些东西都包装好了 那么你只要调用他的一些函数就很方便 可以去做一些绘图 二维的绘图一些操作 那么他首先帮你画了canvas 我们我们来定一些变量 全局变量 那么我要的行数是我设计一个行数设定一个列数 然后我的graded size是20个像素 或16个像素吧 那么我们去画这个canvas的话 我只需要去告诉他我要的size是这个row乘上去g 然后这个是column乘上去 我并且把颜色换一下 我换成一个深色的背景 然后我需要定义这样一个snack对象 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我们定义这样一个类 他需要的变量就是他的坐标 以及他现在速度 一开始是往右 然后的话我还有需要一个函数叫update 就是更新他现在当前状态 那么当前状态的话就是 比较简单的话就是 他的坐标加上他的速度 那么我把它限制在0到这个row捡一 column捡一这个范围里面 同样的话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然后有了坐标之后我就 我们还需要函数把它画出来 那么draw 画出来的话是需要一个颜色 我们用一个白色表示255 然后画一个G型rectangle 然后是坐标之后就是这个X乘上至G Y乘上至G 然后大小是GG 那么我们就有了 我们还没有 是生成这样一个snake 那么在这个setup里面就是生成一下 然后draw的话是在 draw的这个callback main callback里面去做update 然后去做draw 这边应该写成这样的形式 this then update update 不然的话就有问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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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就有了 那么它就是呃 会从左往右走 那么速度太快 我们把它的frame rate降下来 降下来的话我们用这个frame rate函数去控制它的帧数啊 那么我现在还没有键盘实践 我们来加一个键盘实践 我们来加一个键盘实践 function key press 那么还是它帮你定义好一个函数callback啊 那么如果keycode 呃等于 right error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速度更新一下 我们设置一个set direction 那么就是右边的话是010 呃 lcf -10 那么后面两个我复制一下 这个是呃 up and down up up 的话是01 0-1 那么down的话是01 这样的话我就有了控制它的一个方向 那么方向的话要写个函数 set dir 等于function 那么是dx dy 就是把它的速度更新一下啊 速度就是1了 呃 sx dx 那么d4-dy dx 这样就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控制它移动的一个啊方法 然后我们要去画一个实物实物的话我也写成一个全几变量啊 f 写一个function去呃这个generate这个负的 我们希望在棋盘中的随机位置产生一个负的 那么我们就return一个vector 那么这个vector的话 vector的话就是用它的内置函数 就createvector 创建一个二维的项链 那么我们要去用一个随机数乘上去它的当前的列数 然后的话取下界 那么就是在零和这个列数简易之间 同样的是行也是 那么是乘上之raw 然后把这个ve return出来 那么setup的话 我的实物也是要有这个generate food 然后这个food我要去draw 的话food的话 我去用一个红色表示 那么是25500 然后去画这样一个g型 那么就是这个food的x乘上是g food的y乘上是g 计计这样我就把这个实物画好了 30号 少有括号 好这样的话我就画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实物和这个小舌倒还是没有交互 你走上去没会有任何反应 那么我们要写几凵数去去去判断我这个是不是碰到他了 那么有个canit函数 那么我就判断一下我当前的坐标是不是和这个food的坐标冲突了 就是return 他们的坐标相同就表示他们的 我可以吃这个吃掉这个食物 那么吃掉这个食物之后的话 我就要变长了 那么变长的话 我需要一个array来记录我的当前的长度 当前的这个坐标 我们用这个body来表示 我是一个数组 他其实是个q 那么先进先出 用每一次update的话 我要去更新这个q 不能用tuple 要用这个array 那update的话 我要去把这个body的最后一个元素pop掉 那么把当前这个元素呢 坐标呢放进去 叫nshift这个放到最左边 那么nshift的话是第4.x第4.y 这没问题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他的当前的坐标和我的这个body的第一个元素的坐标相同 那么表示我跟很卡住了 比如碰到墙了 这种情况下 我不希望去更新他的他的那个坐标 那么就我们就停下来 停下来的话就是判断一下 如果他的最新的坐标和我上一个坐标相同的话 那么表示我并没有移动过 那么直接退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就 有着更新函数 那么有了这个can eat之后 我还要去吃这个食物啊 eat eat的话我们就去 其实就像这个q里面去push一个dummy的这个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我就pushpush一个空速度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我的记录就不会被消除掉 我的长度就变变变长了 就是这个can eat和eat 那么 我们现在改这边这部分逻辑啊 那么逻辑的话就在update中 如果说 我先更新我的坐标 如果说我的我能够吃到这个食物 can eat这个f的话 那么我就去做一个eat函数 eat这个food eatfood的话 然后我还要去generate这个新的新的food generatefood 好 那么这样就行了 我们运行一下 哎 看到食物是变没有了 但是我我的身体为什么变变长呢 其实我其实我已经变长 只是我没有画出来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body画出来 那么body画出来的时候的话 之前我们只画了当前的坐标 主要的话只画当前的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它的整个body全画出来 我们可以用for循环从0到body的lens 循环去把它的画出来 画出来的话就是这个body i.0 i的0 那么这是x坐标 body i1 你看到我现在就变长了 这样坐标就有了 那么我就变长 然后的话 对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去判断我是不是已经死掉了 比如说撞墙好像是没问题 那么一个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可以你可以穿过自己身体 这个问题 可能短时间内没怎么解决 那么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上一个成型的游戏 我们可以进去了完了 我们把它稍微美观一下 我把这个舌头颜色换成一个别的颜色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那么我们从1开始画 画完之后 再去画这个舌头 那么颜色的话 我用一个蓝色 就去把它的第一个坐标画出来 其实用d4.x也可以 就是d4.xd4.y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开始的话是蓝色 然后我就能看到 对 还有了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generate foo的时候呢 只拥有一个随机函数 它有可能生成在一个我的身体的位置上面 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合法 那么我们可以再写一个函数来判断 我这生成 foo的时候 需要去判断 我这个 foo的位置是不是在我的舌的身体上面 如果身体上面的话 我就跳过 否则的话我再去生成 这样的话我们先停下来 先加一个这样的函数 那么我们首先加一个新的这个函数 然后d4.contains等于一个方式 就检查一下它坐标 把它所有元素全变另一边 这边和这边应该是一样的 嗯 这样还直接手写吧 如果说这个f.x等于等于第4.body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return true 表示我包含这个位置你不能使用了 那么在jared foo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个vow true vow true 那么不断循环 直到能生成一个位置为止 当然这也是有吧 当你这个全买了之后 它就会有问题啊 那么我们先不管 这些先不管 那么先创建出来 如果啊我这个snake contains你这个v的话 就继续循环 如果没有contain的话就break 那么我就跳出 这样的话我能确保我的 这个失误产生的位置是 不在我的这个舌身上面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确保 嗯 对 那好 我们这个基本的游戏就就成型了 就是怎么去考虑不能穿越身体 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可能啊 需要比较长时间 那么15分钟之内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使用这个p5这个框架 那么能够呃 搭搭建出来这样一个小游戏 那么可以接受键盘事件 然后交互啊 画图啊 一些基本的游戏逻辑 嗯 我觉得基本上我就达到我的 之前的预期了 这个蛇身的这个穿透的问题啊 包括你这个呃 来回走 你是穿过穿越自己身体的问题 呃 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啊 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好这期节目的话我们就到这边了 呃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下 我也会把这个代码放在这个github上面啊 大家可以去呃 可以去看一下 那好 我们下期再见啊 我是华 拜拜